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这一波大盘跌了1090点 当然跌到现在 今天是礼拜一 今天反弹150点 到底这个反弹有没有效 我想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 大盘从9593点一路跌下来 跌到8501 那我们看这一段跌了将近1100点 那跌到这里 哇天哪 从1月到10月 那除了2月这几个礼拜之外 除了2月份这三个礼拜 那全部都套牢了 对啊这全部都跑全部都套在里面了 那如果你高点没有跑到现在 不但这一段套你之前买也全部都套光了 都回到原点了 所以你看一整年过去了 那今天10月快10月下旬了 除了这三个礼拜你告诉我谁不套啊 谁没有套在里面 都套在里面了 都伤得非常非常的重了 但是你看伤得那么重好像也没有 一定很多人讲错 因为很多人跟你讲你要买多啊 什么股票叫你买 叫你买就不都套在里面了 那有没有人在电视上跟你道歉 跟会员道歉跟观众道歉 啊我讲错了 很抱歉 让很多人赔了很多钱 没有 每天还是一样跟你讲 他什么股票涨停板 然后叫人家买了股票套乱七八糟也不管了 说真的 我们看顶星啊 这个卫家乱七八糟在骂他 我看有些人的行为 也没有比顶星好到哪里 来 当然我们看到今天 礼拜一10月20号礼拜天涨150点 那请问这个150点到底有没有效 你关不关心我相信你会非常的关心 那你到底有没有效 我想不用讲 这一定很多人啊 99%大概都跟你说很棒啊 这个盘很棒 你看涨那么多了 他说股票要涨停板 又几根几根涨停板了 我不会跟你讲那个 我还是会尽我的责任来提醒你 提醒你什么 来今天涨150点 你会觉得很棒 几乎所有人都会跟你讲 这个盘非常非常的棒 谁会跟你说这个不好 那你回到10月3号那一天 哦 131点 那这一天在哪里 这一天很多人都讲棒 跟今天一样啊 都说这个盘开始止跌了 很棒了很棒了 但是10月3号 请问在哪里 这一根啊 来特写 这一根就10月3号 这一次特写一下 来 有没有 大盘这样一波跌下来 哦 跌到这里 当然跌到这里 每个人都说这一本很棒 哦 130点 每个都哇这好棒好棒 开始要止跌反弹了 但是你想想看你买进去了 这一根买进去哇 哇怎么这样 这全部都套在里面了 所以想想看今天会跟你讲棒的人 那这一天会跟你讲不好吗 这也跟你说很棒啊 所以你买进去不是又套了 对不对 套一屁股了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张远民跟你说今天很棒 哦你可能要小心 因为我是一路放空下来 到今天假设我跟你说今天很棒 哦那你要听 因为可能会真的很棒了 以后就很棒了 万一我没有这样讲 你不要乱追 要小心一点 不是吗 今天跟你讲棒了 10月3号也讲棒啊 这跟你跟你讲很棒很棒很棒啊 他最近去哇你又赔了一屁股了 是不是这样 这同样的道理嘛 所以我们说股票市场里面 很多人做错了 我这几个礼拜都去演讲 那我看到很多人做错了 很多人都很伤心 心里都很难过 面有菜色 你看一个人的脸色就知道他最近做书了 脸上有菜色 菜色就是很不好看的颜色啦 看了这次觉得很不舍啦 因为很多人我相信这景气也没有说很好 工作辛苦 还要不断的加班 不断的超时的工作 本来可能8个小时可以赚到的 有时候我坐记忆车来 问奖最近行李好吗 他说最近行李很难做 以前开8个小时 现在开10个小时 才能赚到一样的钱 比以前更累更辛苦 但是后面把钱赔在股市了 那你看他们会不会很不舍 他们都很不舍 他们被谁害的 他们心里都比谁清楚 谁叫他去买股票 谁叫他去追多丹 他都知道 他记得 在车上啊 车干净 车名字都点名道姓 但我不能讲 每天你像他 如果一个人 每天有人在后面骂他 这个王八蛋 每天在骂他 你看这个人会多好 我也不相信 做错的人 没有谦虚诚恳的心 我现在讲台面上分析股票 他可能是一个访谈节目的人 可能来宾 可能是一个分析师 可能不管 反正你既然上了台面 你要讲话 你就必须要为你的话负责 这一波下来让很多人受伤 他当然要负责 最少要跟大家道歉 没有没有要道歉 还是要每天跟你讲 什么股票涨停板 你看会害多少人 所以反正跟你讲 当做错一个人还可以大眼不惨 那以后会输得更惨 这是必然的嘛 老天爷也不会原谅他 不是吗 所以你想想看 为什么一个人 来 在股票市场他会赔得很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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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最后一败涂地 把所有钱都输光了 一而再 再而三 犯一次错 两次错 三错 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不断不断你犯错 到最后就全部都输光了 所以今天很靠心跟你讲 哇 今天大整151点的人 你先问他嘛 诶 请问一下 你这一天你在讲什么 对啊 今天你觉得很好啊 对很好很棒啊 那请问你这一天你在讲什么 这一天 请问你当天在讲什么 看好还是看不好 来 他已经跟你说看好 那最后呢 就这一天嘛 130点 哇 又破底了 所以你看 是不是很可惜 真的能够看对方向 毕竟很少 大部分都是看错的 他看错了 这边大言不惨 我就觉得 不应该啦 所以我去演讲的时候 我就常常说 张一铭上电视 我讲我该讲的 我对我的分析负责 那很多人可能每天都要上节目 哇 今天打三折 打两折 最后的折扣 有时一折 最大优惠 我从来都不讲这个 然后下面就有 有小姐 有我爸上就说 那个打折都没有用啦 输的也不止那么多啊 输的也比较多 输的零头都比那个还多 对啊 那为什么张一铭每天都不用打折 你认同我 他自然就会来 不认同我跟你讲也没用啊 那你要耳根清理 你随便要相信别人 最后你受伤 那就怪你自己 为什么会赔钱 再讲一遍 人为什么赔钱 赔到最后走投无路 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不断不断你犯错 就这样啊 犯一次错 两次错 三次错 你可以犯几次错 一旦股票跌三成就好了 三三三三三变得好啊 你就完蛋了 股票钱就输光了 不用多啦 对不对 这个三次就好了 三次就好了 你就完蛋了 所有钱都输光了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 为什么会一败涂地 那你有一败涂地 他是犯一百次错吗 没有犯三次错就完蛋了 来 为什么 一而再再而三 三次就好了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三次就好了 对 一次三成 四成 两次三次就完蛋了 就回到原点了 走这边了 是不是很可惜 那你先看你这一波应该怎么做 这应该好像没有什么毅力嘛 这哪要怎么做 这高档卖掉股票反手放空下来 他有什么好讲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波到底 如果你不看这一段 不看这一段 不看这三小段的反弹 那就是全面都跌破了嘛 不要买 或是反手放空就对了嘛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犯错 就因为三个小小的反弹 对不对 一个反弹 两个反弹 三个反弹 然后很多人都搞不清方向 然后追进去 然后全部都赔钱了 能够看清楚的毕竟太少了 当然张爱敏算其中一个 当然你会说 张爱敏你这段赚了多少 不要在那边一直讲 你到底赚了多少 我不用炫料我赚多少 你看我的测标都没有写 全市场可以赚了比我多的 我不敢说没有 但是应该是 应该是找不到啦 不容易找到啦 这一段 我是从7月28开始回补 当然7月23就开始空了 好来 这每一次就10笔 一张就10笔 当然你会说张爱敏你赚了这么多 那会不会做假啊 任何一天我拿出来绩效造假 这根本没有做在吹牛 会很全耳退肺 没有不用条件就全耳退肺 然后张爱敏就离开股市 我再也不上节目了 一个贾吉小兰有什么好上节目 他不是欺骗跟魏英州乱片一样 他明明卖黑心理有跟你说 这个作有是良心 他明明没有良心 他可以说作有是良心事业 这鬼扯 对不对 当然他要离开台湾了 很正常啦 来 认了一笔 你根本没有做大力光在那边吹牛 我就离开股市 合理嘛 对不对 任何一天 包含今天 以前包含未来 任何一天 拿出来绩效造假 我就离开股市 全耳退肺 你缴多少全耳还给 一毛都不扣全耳还给你 274了 哎 第一张 第一张应该不是这个 第一张 第一张怎么突然就跑那么多 还有一张 应该有一张一百多了吧 不是吗 对啊 一百零几吧 多少 应该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四十档 来 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说 大力光我还没补 今天我把它补掉了 又赚了110 不再 22 10 2110 2110 2110 还有一档往家赚10块 所以这个数据已经从上个礼拜 439 现在559 哇天啊 赚好多喔 几档 41 42 43 44 45 46 47档 当然你会说你一次空那么多 没有一次空五档而已 一个会员就五档 三个等于普通特别总统 15档 那47档等于每个会员平均啊 平均翻三翻三翻二 空三轮了 三轮五档五档五档15档 五档五档三十档 五档五档五档45档 45档 现在空47档 没有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天吗 当然不是一天 为什么中间这么多 涨涨跌跌我都不会被迷惑 这就是你要跟我学习的地方 不是吗 那如果我被迷惑 那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本来空赚钱 然后又换多 又赔掉了 没有 这是101年 4月12到5月18 一个月又有六天 跌936点 611 一样啊 这个方向 就是反手放空 所以你说会不会很难 不会啊 那你说赵宇明做那么多 我们很骄傲 我很了不起 没有啊 你看我101年 你知道我这件事 你可能都已经忘了 我没有很骄傲 全场我最厉害 没有我没讲这个啊 因为我知道 我只要踏踏实实的做 这些就是我的 这些就是我的会员的 跟我操作的人的 很正常啊 股票都跌那么深了 跌1000点怎么会赚不到钱 不可能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啊 一跌1000点 哇套了一屁股了 那为什么每一波我都会做对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而且我踏踏实实的做 不用划众取宠 也不用写啊 我册票我册多少 我册多少 没有人册的比我多 我全场最厉害 不用册这个啦 观众眼睛是明亮的 是不是 来 刚刚我说我方空网加 所以看网加今天跌到这里 262 高点338 那你先想看跌到这里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哇 从六月初到现在全部套牢 同样 你说严不严重 那你先想看网加什么题材 很多人说网加要比照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美国挂牌了 要比照阿里巴巴 所以跟你推荐网加 那现在跌下来都没有人讲 现在还有人有网加吗 全市场都没有网加了 高点每个都有网加 现在跌下来每个都没有网加 真的是这样吗 那如果要比照阿里巴巴 对啊他们讲话是这样讲 但我又觉得很幼稚 为什么 网加跟阿里巴巴是什么 是好朋友 不是他们竞争对手耶 台湾淘宝网都已经成立了 台湾有没有一个网站 叫台湾淘宝网 有耶 他们在做什么生意 他们就出来抢台湾的市场耶 那是谁成立的 阿里巴巴子公司成立的 大陆淘宝网成立的台湾淘宝网 做什么 抢台湾的生意耶 人家资本那么大 对不对 股本那么大 市值那么高 你台湾的网加拼得过人家吗 你有那么大延价的那种低价的商品 那真的竞争过人家吗 到底他这半年三个月过去了 这九个月过去 他赚了多少钱 你有没有想过 本利会不会太高了 那像阿里巴巴 台湾淘宝网成立 是要跟他做好朋友吗 是要帮助他卖东西吗 好像不是 是要抢他的市场耶 我还记得以前一个好朋友 开一家录影带店 那看起来蛮不错的 花钱都做阿沙里 阿姨来来我请你吃饭 我好像赚了很多 过一年去 老王老王 往录影带店生意不错 不要讲了啦 怎么啦修改了 收起来的 你不是赚很多钱干嘛收起来 他说我这边开一家 大家看我赚很多钱 对面三个月后开一家 旁边再开一家 市场马上变成三分之一 本来赚钱马上变赔钱 噓噓噓噓原来如此 因为同业加入市场 会瓜分市占率的人 那请问台湾超保网成立 是要帮助网家的吗 还是要跟网家拼的 那网家真的可以比照阿里巴巴吗 你告诉我 如果可以 为什么股价涨不上去 为什么这四五个月 买进全部套牢 这很简单的问题 我不用讲太深入 我想聪明人要听得懂 请问股神系统 这个是多头格局吗 不是啊 早就像你要卖了吗 就跟你说卖出现 已经出现了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还抱着这种股票 他认为他要大涨 还有什么大力光 股王大力光 我想非讲不可 来 大力光 上个礼拜有新闻 哇 单季赚39 上半年赚50 前三季赚89 这是有史以来台湾最赚钱的公司 没有EPS比他高 宏达店长到1300的时候 曾经EPS89 一年一整年 现在大力光三季就89了 吓死人 然后单季39 上半年50 前三季89 哇 苹果日报也登很大的新闻 这么大的利多 苹果手机热卖 你看网络上所有都热卖 理论上大力光该涨 涨停涨停涨停 一涨涨停才对啊 赚那么多钱 来 那怎么跌停 怎么没有涨停 或者跌停 这叫什么 叫利多不涨 那利多不涨是什么 就是利空啊 简单啊 这么大的消息 这么大的新闻 这么高的后利多跌停版 那当然是麻烦了 当然是有问题的 对 哎呦 从7月中旬 8月 9月10月 到现在10月20了 所有买进去的 除了这几天 起乎全部套牢了 那请问真的是好还是不好 不是每个人都跟你说大力光好吗 他EPS很高 本利比很低 苹果手机很好 我热卖 为什么不会涨 他可以涨上去给我们看啊 你有本事就涨上去嘛 那为什么涨不上去 你想要简单的问题 请问股权系统这是放多还放空啊 请问这是红色还是绿色啊 大家想看一看 那你为什么会去看多这种股票呢 有没有跟你说有比 本利比更重要的事啊 叫什么 市值跟营收成长比 有没有跟你讲这个 那你说赵大明你怎么很少讲这个 因为我怕讲了很多人听不懂 会误导 算错误导 因为我没办法有时间 一个小时跟你讲这个 我不是上课的 要补习班 不是啊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很深的这个 但是我真的跟你讲 这格局不对了 你要小心 你真的以为人家砍错了吗 大力光乱砍 股东乱砍砍 砍错了吗 有人会砍股票 张宇明股西路382 有人会砍股票 会砍杀 不一定是看错 你不要以为他看错了 懂意思吗 而是高手在撤退 为什么他们要撤退 来 这边有 高手在想什么 最好条件下 哇 大力光赚89了 变动 有没有符合他预期 那为什么这么好的获利 为什么股价展不动 不符合预期 连终砍了 撤退了 你现在以为这些高手是笨蛋 不是呢 懂意思吗 来 当然做空很难 很多人都没办法做 为什么 做空难度比做多高十倍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交易规则不均衡 空单要回补 这个股东会要回补 除钱出息要回补 对不对 这很多交易制度不平衡 农卷一定要有农资 没有农资就没办法农卷 额度受限制 有时候大家就说 春两丁 农资都可以 农卷会被受限制 第二个违反人性 一般人都是先买后卖 农卷是先卖后买违反人性 第三个反弹的时候 容易让人三心二意 像今天涨50点 150点就开一下 哇 什么股票翻多 你开始三心二意了 对不对 所以很困难 那如果空头你都会做 你都克服了 同学 那我们在股市里面 他已经没有更困难的事了 不是吗 同学 可是你能不能克服这个难度 我相信很多人没办法 来 这真的有很困难吗 就这段做多高档卖掉股票 反手放空下来 就这样而已 问题你会被迷惑 你会被迷惑 你会被迷惑 懂意思吗 来 哦 原来这都是空头格局 所以张一鸣不会被迷惑 是不是很简单 对啊 所以你说张一鸣在做什么 我到今天已经空到天分地暗了 赚多少了 数不清了 不用再数了 不用讲那个了 有人说张一鸣你为什么暂时没有做多 赢家之所以利益不败之地 张一鸣股C335 他永远尊重大盘 再看个股 那如果大盘没有翻多 你在急什么 退炒的时候不会有大鱼 你放心 那既然没有大鱼 你就不用想去抓大鱼 不可能 赢家有三个要素 张一鸣股C393 快讲到400了 看懂 纪律 严格执行纪律 持续不断的去执行 没有翻多你就记得做多 看懂 遵守纪律 持续执行 股市不是赌博啦 所以有人说跌那么深了 要不要见好就收 这不是赌博 那有什么见好就收 看懂趋势 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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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下 懂意思吗 就一路给他执行下去了 谁会看好就收 靠运气 他不知道下一笔会怎样 见好就收 赶快收 对不对 赌博嘛 股票没有什么见好就收 只有顺势操作 你才能赢 懂意思吗 难不难 不会啦 这有什么难 这哪有什么难 投这边要 所以会不会做 我不想你做对了没有 待会广告回来跟你讲 很多你关心的股票 到底翻多了没有 我们这段广告 再回到现场 等一下喔 喂 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使脚这么多啊 没办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妈 什么事啊 我们去修基地台 要没带 手机要没通 我快担心死了 乃奇通讯设备严重受创 各家电信业者 正在经济抢救当中 你怎么来了 你的手机都打不通 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 爸 基地台 电子坡 说危不危险啊 我们的基地台 都符合国际 和国家的安全标准 安心啦 大宇 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宇 国际投顾 以服务为本 绩效为根 专业是我们的责任 诚信是我们的理念 帮您避开投资陷阱 多空双向操作 创造最大利润 精准掌握股市脉动 轻轻松松 助你迈向财富人生 致富专线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珠 爸爸 鵝排氣密窗 专利富的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股也是 代用 歡迎來到現場 我想這一波很多人買了很多股票 莫名其妙 你覺得莫名其妙跌下來 但最後你傷得很重 那真的是莫名其妙嗎 那為什麼跌那麼深 那不是本利比很低嗎 前三季 前半年已經賺了3塊錢了 本利比很低 那為什麼跌下來 請問這是多頭格局嗎 是空頭格局啊 你為什麼覺得它是多頭格局 是不是很可惜 當你有一天看到原因了 它為什麼跌下來 原來是這樣 但是對不起學會腳步完了 哇來腳步完了 所以我們這股票市場 為什麼很多人很痛苦 這是德國哲學家 尼采說的 愚昧跟無資 看一個報紙就覺得 我這樣就可以做股票了 愚昧跟無資 就是一切痛苦的根源 當你沒有愚昧 當你沒有無資 就不會痛苦了 你不該做去做 不該買去買了 對不對 該出廠不出了 完蛋了 愚昧跟無資 看個報紙就是 他賺3塊錢 大股東那麼笨 他們賺3塊錢一直賣 你知道他以為他笨嗎 大股東不笨 你放心 來 他為什麼跌那麼深 他不是做機器人嗎 哎呦 他怎麼跌那麼深 這轉空很久了 投資朋友 你為什麼不賣呢 這當今天轉空了嗎 不是啦 早就一堆賣出去 然後出現了 一不小心跌快五成了 這已經跌82% 現在又跌快五成 短線又跌快五成了 什麼格局 早就叫你要賣了嗎 那你報這種股票 你怎麼會賺錢 美率 一樣跌快五成了 有沒有 今天漲停板我想 開心不起來 為什麼 哇 怎麼早就轉空一大堆了 這種格局破破爛爛的 有沒有 那你怎麼會去買這種股票呢 那你賠很多錢之後 再來後悔 是不是覺得很可惜 來 張宇明股市一路 389 當錯誤已經造成 你要思考是如何把傷害降到最低 不是拿更多的錢 再把它砸進去 丟這個無底洞 填不平 懂意思嗎 留一口氣再 留住一口氣 你才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那如果你懂這個道理 你就不會一直補啦 哇 這沒問題 攤平加碼 最後完蛋了 越賠越多 哪一個散戶不是這樣 最後錢都輸光了 對不對很可惜 來 為什麼很賺錢的公司 哇 這晶片不是很強嗎 8G對不對 一大堆 8核心 那為什麼跌那麼深 早就轉空了嗎 這有什麼好講呢 那為什麼會跌深 不是iPhone手機熱賣嗎 其實這不是轉空了嗎 這段叫什麼 叫邪惡第五波 懂意思嗎 骨架還漲 骨神線拉不起來 完蛋了 最後一波 一不想就崩盤了 崩盤了 所以骨牌市場裡面 永遠兩種人 一個叫獵人 一個叫獵物 你要當獵人不要當獵物 獵物永遠是被追殺的 而且獵人也不會同情獵物 來 哇 怎麼跌那麼深 這麼早就轉空了嗎 對不對 時間的關係 我真的講不完 為什麼跌那麼深 這麼早就轉空了嗎 所以你在三個月前 就應該出場 為什麼不到現在 為什麼一跌 就快四十幾趴快無成了 請這什麼格局啊 走這邊 所以想想看 你這一波做對了沒有 如果你沒有做對了 真的很可惜 來 哇 這都我們做的 每一筆都空彈 天啊 怎麼轉這麼多 走這邊 那我只能跟你說 我還沒有轉完耶 後面你會看陸續 還要再跑出來 一不想又多七檔了 後續這個很快就填平了 希望你永遠是做對邊的那個人 在口袋上你是快快樂樂的投資人 當然如果你操作不順利 或許我們也可以做個好朋友 當張英明伸出熱情的雙手 記得把電話打通 我們進到這裡明天再見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主題是現在實效最夯的自行車 你知道嗎 騎自行車可以使用手機嗎 不然怎麼短舊世界 很危險耶 會出人命啦 喝完酒之後可以騎自行車嗎 欸不行 醉不上道 知道嗎 晚上騎車要使用車燈嗎 不用啦 將給車子蓋手 要開啦 跟別人才互相看得到嘛 持自行車 不可以使用手機 不可以喝酒 夜間騎車使用車燈 鐵馬安全型自在好心情 特務部關心您 大禹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型